小镇做题家这个词火了 还引起了群潮 它不是新词 一开始是用来指 那些出身于18线小城市 埋头苦读 擅长考试 缺乏一定资源和事业 但最后考上名校的学生 由于出了考试 这些人特长不多 小镇做题家一开始稍微带点贬义 最近小镇做题家又被赋予了新含义 他指那些出身小城镇 没有资源背景 单枪匹马 依靠勤奋读书 通过考试一路通关 考上大学后 继续考研考编 并成功上岸的人 就是个单纯的考试机器 靠努力成功 靠努力改变命运 按说是件很励志很骄傲 并且很正能量的事 小镇做题家却被群潮了 我分析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点原因 网友的人云亦云 跟风玩梗 现在网上有股不好的风气 所谓三人成虎就是这么来的 一来二去 搞得有些人不再看重努力 反而开始追捧那些有强大背景 轻松取得成功的人 第二点原因 几年前小镇做题家 只是大家的一种 自我调侃 有对自我缺陷的客观认识 更多是对自身能力的一种自信 现在之所以变味 就是怪某媒体你写的文章 大言不惨的 话多了 这事能说吗 我们山东是有名的教育大省 考试大省 也是考研大省 还是考编大省 两个教授虽然不鼓励年轻人考编 鼓励大家趁着青春年寿 冲到科研第一线 去直接创造价值 但不可否认的是 努力考编的小镇做题家 真的是千千万万在规则中努力愤怒的普通人 没毛病 好多人嘲笑小镇做题家 可好多人也是小镇做题家 没资本 有实力 靠努力刷题走出小镇 走出大山 努力读书的人 理应被尊重 小镇做题家 是千千万万为了梦想努力生活的天资平平的普通人 完了哟 这期格局这么高 看完节目咱山东人的考编热情 没准又会上一个新台阶呀 这期大一下